没来过大苹果纽约是您人生中的遗憾 vitura.com帮助您安排旅行 让您了解什么铸就了纽约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 让我们从纽约标志时代广场开始吧 它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十字路口 时代广场在十大景观第十名 在这里您可以感受到纽约的热度 您可以在百老汇看到世界上最复活力的公共空间 第九名 美丽的林肯中心 林肯艺术中心位于曼哈顿上西区 这里汇集了包括大都会剧院 纽约爱乐乐团 纽约芭蕾舞团 朱利奥音乐学院在内的众多表演艺术团体 您可以在这里观赏世界顶级乐团的表演 访问vitura.com获取关于林肯中心的更多信息 下一个景观是每年接待大约3500万游客的中央公园 这里大量的步行专用道 两个溜冰场 其中一个在7月和8月改建成游泳池 动物园和温室花园 如果您不喜欢步行 也可以选择哥伦布环行路出口处的自行车环游公园 博物馆永久收藏超过200万件来自不同时代和文化的艺术品 进入博物馆采用自助捐助的方式收费 沿着第五大道前行到达帝国大厦 在这里您可以从纽约最高的观景平台俯瞰整个城市 自身的游客绝不会错过这座十大景观排名第六的艺术真品 访问vitura.com获取关于如何再参观帝国大厦 和乘坐观光电梯节省费用的方法 购物排名第五 选购第五大道萨克斯百货琳琅满目的商品 在史瓦兹玩具店为孩子购买礼物 或者享受一顿蒂芙尼的早餐 向南来到曼哈顿时尚街区 在店铺和画廊体验潮流时尚 早在20世纪初排名第四的中国城 就已是当时居民和外地游客 常常访问的著名景区 您不妨在众多小饭馆里选择一家 品尝在西半球中正宗的中国美食 布鲁克林大桥离中国城不远的地方 连接着曼哈顿下街区和熙熙攘攘的布鲁克林区 十大景观第三的布鲁克林大桥横跨东河 无论对于游客还是纽约人来说 它都是声名显赫 十大景观第二名就是那1%富人聚集的华尔街 这里有纽约股票交易所那座新古典主义大楼 雄伟的美国储联银行 联邦国家纪念堂 以及莫迪卡的著名雕塑 华尔街金融牛 自由女神像是原本表现法国人民和美国人民友谊的一件礼物 而现在则是全世界自由和民主的象征 仅仅乘船游览就已经值回门票的价格 这些只是纽约的一小部分 访问VTURL网站获取更多关于购物 夜生活 家庭旅游 费用节省等视频 отд pain 浏住 然后 Aressee 鲁 terminar 比要 购物 和 昨天 鱼 两